哈喽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下部影片来给大家讲 另外一款无线麦克风 这个是飞度的FM50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品牌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知道我之前有出过一期节目 讲过他们家的非常袖珍的 机顶的枪型的麦克风 包括我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也在用飞度的这个小麦克风 觉得还很好用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无线的麦克风呢 虽然说我之前讲过很多的无线麦克风 那这些麦克风里面呢 主要就是分两派 一派就是2.4G的WiFi信号的无线麦克风 比如说罗德的这个Wireless Go 包括赛塞尔的还有风迪的 另一派呢是无线电的麦克风 这两种使用不同的无线传输方式的麦克风呢 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像这种 使用WiFi信号的无线麦克风呢 体积都是非常的小的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包括之前风迪的Blink500 但是呢这个无线的WiFi的麦克风 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平时用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到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拍漫展 你想想这个会场 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都有WiFi的设备 所以这个现场WiFi信号 相互干扰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当天录的时候 这个WiFi信号就是断断续续的 基本上没有办法用 那么如果使用无线电麦克风的话 它的这个信号的稳定度 包括传输的距离都会要好很多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科迈的那个无线麦克风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 但是呢无线电麦克风体积都比较大 装在相机上也不方便 然后装在说话的人身上也不方便 所以呢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就是 有没有能够使用无线电 但是它的体积又能像WiFi传输方式的无线麦克风一样 那么小 那今天这回这个飞度FM50呢 那就是这样一款产品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体积跟罗德这个Wireless Go 是差不多大小的 所以戴起来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它又不是使用WiFi信号 它是使用无线电信号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无线麦克风上面有一个像天线一样的东西 不过呢只要它的体积够秀真够好用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发射端和接收端的话 其实长得非常的像 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机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样的设计 这个无线电麦克风呢 它其实是内置电池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无线电麦克风 都是要放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就非常的烦 飞度的这个无线电麦克风 它其实电池是在这个里面 我看看能不能给它扭开 其实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小的锂电池 但其实你每次充电的时候是不用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里面是内置锂电池的 不用你再去单独购买其他的电池 那通过机身上旁边这边有个DC印 你就可以直接用普通的USB充电线充电 发射端和接收端呢 这回分别是送了两个这种普通的充电线 那续航能力的话 我再外面试了一下 反正四五个小时肯定是有的 所以这个续航大家不用担心 当然它也是可以插着充电宝边充边用的 那它这个电池盖的设计呢 非常的有趣 你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个裸口 实际上呢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相机三脚架那个裸口 那如果你想要通过一些转接的方式 固定到哪里的话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有些无线麦克风吧 这个裸口这个地方是塑料的 所以其实非常的不结实 透空减量嘛 但是这个飞度的麦克风的话 整个机身全都是金属的 所以说非常的结实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磨损也会比较小 当然它后面这个夹子的设计 其实跟罗德的这个夹子的设计是一样的 你这个相机的接收端呢 其实也是可以插到相机的热切上的 这样用的话就非常的方便 那发射端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夹子来夹到收录声音的这个人的身上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使用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长按打开电源 有点尴尬 这个我发现这个接收端没有电了 正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可以插着充电宝 然后边充边用的 长按就可以打开 这样的话呢 这边左侧是电源的指示 那如果你是电量比较充足的话 这边有这个灯是亮了绿色的 如果你是正在充电的话 它就是黄绿在闪烁 右边的话 如果两边都是连上的话 正常 这边是变成绿灯 但是同时你可以看到它 在上方的话 也会有一个液晶屏显示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 比如说 现在的这个声音的大小 以及对频的频率 电池的电量 还有发射端电池的电量 以及正在收话的时候 这个声音的电屏 其实这个信息显示是非常丰富的 并不像其他的一些无线麦克风 就是机身上只有按键 你什么信息都看不到 或者是只有一个LED灯 你需要判断这个LED灯闪烁的频率和模式 才能知道这个工作的状态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个很小的液晶屏 掌握几乎所有的信息 所以这一点设计的是非常人性化的 其实你这样单独使用的时候就可以 因为在发射端这边 你可以看到直接内置了一个麦克风 把这个东西夹到说话的人的身上 就可以收音了 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发射端 我个人觉得有点重 甚至要比这个接收端还要重 所以夹在身上的话 如果对方的这个衣服不是非常的硬的话 它可能会掉下来 那不过也没关系 它旁边这边有一个麦克风的输入接口 通过这个麦克风输入接口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连接他们赠送的 这个小蜜蜂的麦克风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发射端夹在身上 然后只在领口夹这样的一个小蜜蜂的麦克风 就可以了 其他这边机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那接收端这边的话 在充电口的下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边是有个耳机监听接口的 那很多的这种接收端都是没有耳机监听的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声音输送到相机里面 在上方这边有一个out 那通过他们赠送的两根线 也是非常良心的赠送的两根线 一个是trs 一个是trs 就是一个插相机的 一个是插手机的 就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场景 你这样 然后这边插到相机上就ok了 那机身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按键 这个加号键减号键 就是主要是用来调整音量和对频的 你直接按这个按键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功能 它主要就是把这个液晶屏幕给点亮 那么你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也可以非常好的读取这样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它设计的是非常贴心的 那如果你想要去更改一些设置的话 就要按这个电源键 那不是长按 是单击按一次 你看它这时候是调整音量 Volume 你可以根据需要去调整音量 在发射端呢 这边也是 开关在哪开关在右边 单击一次 这边音量闪烁的时候 就可以调整音量 然后再单击一次的话 就是调整对频 我们现在都是750.5 如果我把这个发射端 给调整到别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此时两个对频就不对了 那么在接收端这边的 连接的灯就灭掉了 那我们重新再调回来的话 这个对频就对上了 因为这个无线电呢 它主要是 你只要频率对上 就可以直接通信 所以不需要像2.4G WiFi Mac风一样 还需要重新配对啊 什么的 非常的麻烦 这个用起来就非常方便 同时按左右两个按键的时候 它可以调整 这个频道的显示方式 其实这个就是C1嘛 然后我要往右调的时候 就是C2 C3 其实它里面调整的 就是这个频率的频道 你可以看到 现在变成752.0了 不过其实你只要 保证这两个频率 是一样的 就可以直接用了 平时应该不需要 经常去修改 那基本上 这个功能上的话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开箱机用 频道对上 然后夹到机身上 夹到对方的身上 就可以用了 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大家可能主要关心的 就是音质了 那我在外面试了一下 我觉得它音质吧 跟其他的无线麦克风 就差别不是非常的大 我不会啊 那你就念一个 你平时 我平时也不念 我念 我不说话的 我平时都很自闭的 我是一个自闭的人 自闭的工具人 镜子 包括他们赠送的 这个小蜜蜂的麦克风 其实听不出太多的差点 现在是我们接了一个麦克风的声音 音质有变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吧 留奶奶喝牛奶 我不想说 我不说 我不 不要欺负我 不要欺负我一个普通话说不标准的人 好吗 那如果你想要换一下更好的麦克风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 反正我放两段声音 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 我觉得完全是够普通人用了 那传输信号稳定性的话 我在外面测的话 它肯定是要比2.4G的WiFi要好的 包括传输距离 以及传输稳定性 你可以看到在很远的距离 它都可以很好的收录无线信号 所以传输距离方面的话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了 今天天气挺好的 然后和那个 你也在拍东西 别跟你说话 哎呀 我再来坐一坐 然后我们拍了麦克风 然后拍了稳定器 还有相机 现在我们测试的就是这个麦克风 其实我已经肉了一圈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声音说得清楚呢 然后就这样 嗯 好了 好吧 那么这个麦克风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如果你又需要一个体积小 但是又想要无线电传输方式的话 那我相信飞度的这个FM50 应该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选择 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液晶屏的显示 内置锂电池 以及设计的非常好的夹子 包括它提供耳机监听的功能 等等等等各方面就 感觉没有什么地方好吐槽的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无线的麦克风 当然它可能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一拨二吧 不过飞度的人跟我讲了 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开发自己的一拨二的无线的麦克风 如果你需要一拨二的话 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好